小心 小心 委員 要不要自己找 目前抗議沒人甩 事態力量被強制驅離後 滿腔怒火發洩到基層員警身上 決定大砍警政署107項預算 公報私仇 其實我們整個著想商 還是從基層員警上面去做出發 署長跟我們如果是同樣 是用為基層員警再做考慮 我覺得那個預算 都是有談的空間 言下之意 就是拿基層員警的權益 當作跟署長談判的籌碼 但砍的預算 可是員警執勤的必需品 大刀一揮 警車總共被砍1754萬元 涉及警察執勤安全的警用手槍 與警車安全設備 預算也都被凍結 理由是警員缺乏專業訓練 執勤獎金與水電費 通通砍砍砍 時代力量的神邏輯 誰能懂 要一直砍一直砍 用預算這種東西 我覺得你很下流 你看我們的配備 我們的一切 都是輸給世界各國 一有政治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開始一直在打壓警察 你有本事 你今天就對你們民進黨 太有針對性 尤其是手槍 或者他的裝備 相關預算的刪減 真的就不合適 也不合理 動不了蔡英文 就拿警察開刀 時代力量遭質疑 濫用立委職權公報私仇 這下犯了眾怒 離民意也越來越遠 記者潘建仁顧上軍台北報導